中国古代男女结婚之前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俗 男女双方不能在婚礼前见面 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 婚礼前见面婚后不相见 这种说法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古代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 而是由父母双方来包办 新郎新娘完全不会见面 因为婚姻在当时是一种手段 是为了实现彼此双方两个家庭的某种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 男女双方在结婚前是不会见面的 然而双方的父母也不希望新人私下见面 万一新人私下见面双方不喜欢解除婚约那就麻烦了 所以只有在掀开头盖的瞬间 新郎新娘才算是第一次见面 即使当下双方不满意也无法后悔 当时的结婚就像惊喜包一样 打开才会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三国时期的婚姻也是一样 结婚更是要讲求门当户对 当时有位叫做许允的苦主 他是出生于朝魏的贵族 许爸要许允娶一名软氏女为妻 许允的身份地位在当时非常的高 相对的软氏家族的地位也很高 许允的爸爸和软爸爸达成协议 可以说是官二代的世纪婚礼 因为古代女性地位非常低 所以历史上只知道她姓软 结婚之前他们彼此也没见过 结婚典礼大家都吃饱喝足 就在婚礼结束宾客散去 新人在洞房花竹夜之时 许允才发现软家女子面貌丑陋 他匆忙逃出洞房 把晚餐全部都吐了出来 打算从此不再进去 新婚当天就想直接分房睡 刚好许允的好友团饭来拜访他 虽然我也不懂为何好友会在新婚之夜来拜访洞房 但是许允开始跟好友各种抱怨 许允认为自己被老爸给卖了 打算天亮就要把软氏女子给休了 好友团饭好好的开导许允 你的父母安排这桩婚事 一定有父母他们的理由 软氏女子或许有些过人之处 团饭最后真的说服许允回去洞房 许允回去洞房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妇女要有三重士德 花木兰做的小超就是妇女士德 许允询问软氏女子有士德中的几德 暗示软氏女子没有富龙 翻译就是许允还是认为软氏女很丑 软氏女就直接承认自己没有富龙 就说自己只差龙帽而已 其他都非常的足够 而且还不甘示弱的挥击许允读书 读书人身上有百种品德 你身上有几种品德 许允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读书人的百种品德我全都有 我是一位超级完美的男子 软氏女直接当场打练 认为许允就是一个外貌协会 只会用外表来评论别人的色胚 软氏女的猛烈炮火 把许允的自尊心全部击溃 许允读了一辈子的书 如今在新婚之夜被软氏女呛爆 最后许允终于和软氏女伙鞋 反正晚上关灯都一样 婚后软氏女把许家照顾得很好 但是有一次许允做官时 因为提拔很多同乡的人 所以被好心人给兼拒 而且是一状告到皇帝那 认为许允在结交党派 皇帝下令把许允带回皇宫 许允得知要被抓的消息后 软氏女就和许允建议 见到皇帝必须以礼说服 千万不能求皇帝劳命 软氏女真的只插在外表而已 在关键时刻还担任丈夫的军师 身旁的用人看到老爷被抓走 每个表情都很难过 但只有软氏女非常淡定 认为丈夫在日落之前就会回来 许允和皇帝聊了一整个下午 晚餐才刚煮好 许允就回来了 而且皇帝还送了许允一套新衣服 后来高平林之变爆发 司马家族完全掌控朝廷 身为朝卫政权的许允 在当时是担任朝廷大官 当然也会被牵连 所以许允就被贬到外地任职 虽然名字还是朝卫政权 但是石权已经在司马家族手里 皇帝想要在许允离开时 开一场大型的鉴别派对 软氏女再次和丈夫建议 派对上不能表现非常悲伤的样子 软氏女拿出传说中的赤元切割刀 让许允和朝卫政权的关系切割 但是许允在派对上还是忍不住 一想到即将离开相处多年的好友 许允就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 司马家族原本只是怀疑 现在确定许允和朝卫关系良好 所以就加重许允的罪责 免去许允所有职位 并且禁止攜带所有家眷 要许允一个人流放到边疆 许允在出发之前还感谢软氏女 虽然你真的很丑 但是你真的很温柔 而且还非常的有用 结果许允就被流放边疆 在流放的过程中过世了 因为许允被司马家族盯上 所以软氏女知道 司马家一定会来查水表 软氏女开始指挥家族成员 要让司马家族觉得他们没有威胁 软氏女再次拿出赤元切割刀 为了一家人的安全 要把许允跟家庭切割干净 小孩不能对父亲的身亡表示悲伤 一家人要过得非常的平庸 还训练家里的人学奥斯卡的演技 不久司马家族的人果然派小弟前来关切 以前有诸葛亮在城上弹琴 现在有软氏女在家中仿之 软氏女派出家里的人应战 让司马家的小弟觉得 徐允一家跟徐允的关系好像没有那么好 对于徐允的过世好像没有特别难过 小弟问不出什么东西就回去写报告 徐允一家非常的平凡无奇 然后软氏女一家人就这样逃过被灭门的命运 虽然软氏女长得非常的丑 但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 一开始让丈夫对自己改观 中间还担任丈夫的军师 让丈夫能够平安的归来 最后还可以演出一场戏 保全了整个家庭的安全 觉得我讲解不错的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